诸心人在外面等着 是 王爷 您开始问吧 四阿哥 我问你的话 你想好了再回答 此事干系甚大 你说什么 即是定严 我知道 两位必定是为了哈哈蓝珠色 和红生的冲突来的 四阿哥 您果然冰雪聪明 四阿哥 你既然知道是这件事 那必定知道这件事是如何重大吧 我知道 那我问你 四阿哥 蓝珠子殴辱贝勒 可是 实情啊 不是 天师父 你刚才听到了 四阿哥说了 蓝珠子并无殴打 辱骂贝勒之事 王爷 我听到了 可是殴辱和咒骂是两个词 这两个词中有褒贝 有褒贬是非 我来了 只想问四阿哥两个字 四阿哥 对不住 我想问你 哈哈蓝珠色 可曾打过贝勒 可曾骂过贝勒 也打过 也骂过 你说什么 哈哈蓝珠色 曾经打过红生 也曾骂过红生 既然如此 我也不必再问了 小叔叔 你干吗去 我一刀砍了这个狗奴才 回去复命 小叔叔 哈哈蓝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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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珠色 蓝珠色 你躲在这干吗 来个人把你活都吓丢了 我们不守舍的 快点 四阿哥说让烧水 赶快拿柴火 怎么了 骨头断了 叶春 我可能活不过今天了 哈哈蓝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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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珠色 你到底怎么了 铝珠色 我来的路上和贝勒爷打起来了 这按大清国的规矩 奴才一下犯上 那就是死罪啊 你这个狗奴才 没来由的和贝勒爷闹什么 你这些人 宁川 是他欺负四阿哥 我实在看不下去啊 你是在为四阿哥出头 我为了四阿哥 我没事找死啊 那你还怕什么 他们要是问你的罪 你就先问贝勒爷 欺辱四阿哥的罪 不就完了 小叔叔 小叔叔 你听他说好不好 狗奴才 你惹祸还惹不够 惹到亲贵头上了 说 你可曾有打过人 可曾骂过人 王爷 咱们只是对所奏之事 查实事之有无 您怎么一下 也许他就不敢说实情了 满珠子 田师傅 不必问了 我是打了骂了 呼声背了 不过 打是打了 骂是骂了 是他侮辱我四阿哥在先 折入我四阿哥在先 满珠子 你这么说 可有实证 官义馆是的 可以作证 天师傅 这样一来 事情怕是又要从官义查起了 这样 您以为如何 王爷 话 不是这么说 咱们只是查证 蓝珠子是否欧如被了 事情援起 皇上的旨意上 并没有提及 那您的意思是 王爷 我想请四阿哥跟我来 四阿哥请 你再带着 这一定是 您的意义 我 请 人 还 请 您 您 能不能 走 Crew 朵 那 什么 我 不是 你 你 我 你 你 那 我 还好 你 玉子 翻丫 我 你 您大概会想得到吧 田师傅 我还真想不到 四阿哥 这人站在高处 好像看事情都不一样了 是不是 是 那四阿哥站到了这个地方 看到了什么 田师傅这么一问 倒有些禅宗公案问答的意思 好 也好 就算是吧 我看到人 有兵丁 远处有农人 四阿哥 为什么不问我 看到了什么 田师傅看到了什么 沧海桑田 那些个兵丁 农人 都不是人 您说什么 这些人都庸碌地活一辈子 到最后化为土 化为尘 四阿哥 他们都称不上是人 那什么人才算是人 这沧海桑田 这沧海桑田 我看到了三种人 四阿哥 人有三种 第一种 就是刚才我说的 不是人的人 第二种 就是四阿哥 你现在想做的人 我现在想做什么样的人呢 有情的人 你对人好 你有人心 你体谅人 你照顾人 比如你对哈哈兰朱色这种奴才 就叫有情 有情的人都留在诗词歌庸里了 第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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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无情的人 什么样的人 算是无情的人 成大事的人都是无情的人 无论秦皇汉武 也无论名将显幻 无情的人成了事都会留在史书上 四阿哥 你是想留在史书上 还是留在诗词歌庸里 可是 我不想做个无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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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阿哥 这不可能 王爷 天体冈和四阿哥在谈什么呀 让他们去谈吧 你知道他们在谈什么 朱师傅 难道天体冈跟四阿哥聊什么 你真的想不出来吗 爹 那你怎么还让他和四阿哥聊啊 爹 王爷的心思 你还不明白吗 四阿哥 四阿哥 我再说一次 把哈汉兰珠色交出去吧 四阿哥动不了手 就让俄勒根动手 我不能 谢谢您 天师傅 谢谢您 天师傅 我不能做您说的那种人 四阿哥 一个人一辈子可选择的机会不多 既然老天选你做了皇家的阿哥 还给了你冰雪聪明 四阿哥 你可不能浪费呀 天师傅 这不是浪费不浪费的事 天师傅 我总是想 先做好人 再做好事 这听起来就是诸心人的那条话 奢侈啊 奢侈 你想想 如果你是下面那些扛着锄头 每天从地里刨石的人 你还会有那种想法吗 老天给你的 你浪费了 你不觉得可惜吗 四阿哥 你这种人 就该 就该由我来帮你 您是师父 您已经在帮我了 不尽然 你要听我的 你就能顺理接位 等你接了大宝 好 你想干什么 还不都由着你 天下是你的了 到时候 你还有什么还不完的感情债 还有什么用不完的人慈心 严格 当机立断吧 当断不断 必受骑乱 蓝珠子 你刚刚真的是那么说的 我都是半截身子 给埋土里的人了 难道我还跟你吹牛啊 呸 你还有脸充英雄 你这个不懂事的东西 要不是你成一时之快 能给萨格惹这么大的麻烦吗 你记住了 当奴才的 就得有当奴才的样 当奴才的 不能替主子想在前头 要主子吩咐 你才能做 那么说 我还是错的 当然是错的 不但是错的 而且是大错特错 好 朱信仁 你把四阿哥教得好啊 天提纲 四阿哥不是孩子 我没那个能耐 你既然跟四阿哥说完了 我还要跟你说两句 请到我屋里 好 朱信仁 君子顾穷 你这回倒适得其所了 天提纲 我问你 这么多年来 我是尚书房的总师傅 你是师傅 我为官一品 你三品 你这心里很不服啊 我都是发浅回乡的人啊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算你说对了 说出真话来了吧 朱信仁 升炕吧 你说什么 我让你升炕 皇上还没有名誉说撤我的尚书房总师傅呢 是 可是你都发浅回旗了 是皇上忘了 等过一阵子皇上想起来 这总师傅必定是我的 对不对 看来你是早想好了 你是恨我不前啊 我不是恨你 我只是瞧不起你 我懂啊 你懂啊 其实你不懂 你身为前辈 余蛮误人 最可恨的是你把萨格哄得团团转 好好地一个流芳百世的人才 就毁在你手里了 这我就不懂了 你不懂啊 你说对了 你就是不懂 你只会讲性里人心 却不懂事功成败 你会讲仁义理智信 却不懂力顿顺利用 看来你是一天都没有看得起我呀 对 既然这样 那我就给你跪下 朱信仁 你 你这胡闹什么你 我不但给你跪下 我还要给你叩头 你 朱信仁 你这是故意 朱信仁 我知道你憋着什么坏的 你是想让我得一个 折辱同僚 不仁不义的名手 你 你错了 我这一跪三叩头 都是真心的 你给我起来 你快起来 我下跪是真的 叩头也是真的 不过不是为了我 也不是为了让你饶过我 我是为四阿哥叩头 朱信仁 这又是何必呢 四阿哥和我亲近 并不是我故意如此 是天性是人 可是四阿哥在尚书房 是我的学生 也是你的学生 他现在身处畏惧 陈济康 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你在皇上面前你要多为他解脱 我现在是毫无办法了 我现在是毫无办法了 那是当然了 朱信仁 你说得对 不管怎么样 四阿哥都是学生 什么事 你还没答应我呢 你不是想让我画鸭干抖极吧 王爷 您何以不劝请四阿哥 我知道他的性子 我劝不了他 可是田师傅 你怎么没劝住他 王爷 也许咱们不是朋友 可是您信我的 此刻 我是真的想帮四阿哥 可惜啊 我有杜仁上岸的心 人家就是不乐意上船 好了 王爷 您看着办吧 王爷 我这个祸是不是惹大了 你岂止是惹祸 你简直是罪不容诛 王爷 何将军是奉皇命伤秘者 你要定他的罪 怕还没那么容易 当我查完了官义上的实情 田师傅 怕是有些人会更害怕吗 王爷 我早就说过了 其实以下犯上 用不着谁先动手邪先骂人 就能定罪了 我是真的饿了 这么一阵子跑 水米没打牙 王爷 您就不想吃点东西 混蛋 这看手 他不知道他不能与外人交谈会面吗 四阿哥又出事了 是啊 他把八王爷在此地的家人 都借到他住的园子里去了 你说什么 这 这怎么回事 田师傅 这毒尸口辟在口外 外接蒙古 侧意关外 虽然说他地位重要 其实现在蒙古安静 关外无事 早就有人说没必要在此驻兵了 在此驻兵其实是为了 管八王爷的后代 是啊 这就是毒尸口没有撤的原因 可是没想到四阿哥怎么发现了他们 我原本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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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田师傅真没有想到 何将军 要让当今皇上写出他最恨的人 你想应该是谁啊 当然是八王爷 皇上当年还是阿哥的时候 八王爷就轻慢了皇上 到了后来皇上登基了 他又不把皇上放在眼里 接近不到一个月 八王爷就死了 皇上说他是受了明珠了 可是 你想想吧 田 田师傅 那 那我岂不是惹了大祸了 何将军 你现在想不准麻烦 那是没可能啊 可是你要想不获罪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田师傅 田师傅 救命啊 救你是救不成了 不过你可以去求求四阿哥 求四阿哥 是啊 麻烦都是他惹出来的 神仙 你到底是有什么北派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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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让他 来 吃饭了 吃饭喽 别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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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吃 用筷子吃 用筷子吃干净 用筷子吃 四哥答应你们 今后断不了你们这些吃喝 今天别吃太多了 吃太多对身体不好 从来没有人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吃饱过了 慢慢吃啊 满主子 今天把你的房收拾一下 让他们住下吧 爷 咱们 咱们在这儿是被发遣了 还要收留人哪 你去做就是 王爷 王爷 来 慢慢吃啊 小叔叔 你怎么来了 老四 咱们是不是朋友 当然是最好的朋友 是朋友你瞒着我 这么大的事 你瞒着我 你瞒着我 小叔叔 你听我解释 这件事我不想拖累你 你也知道这件事麻烦啊 老四 你收留的 这是八王爷的后代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并不想干什么 只是 只是他们太惨了 我不能坐视不理 小叔叔 这件事干系重大 我不想让你知道 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可你自己的麻烦还少吗 就是因为我的麻烦够多了 我才不在乎多添一点麻烦 你给我出来 小叔叔 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你解释 我也不想听你解释 你给我出来 小叔叔 这件事你劝不得我 快叫小叔叔 叫我 小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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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他们 你忍心再把他们赶回去吗 拦珠子 把他们送到将军衙门去 小叔叔 我现在倒要问问 你是不是我的朋友 好 好 好 走 王爷 走 小叔叔 跟我走 你干什么 走啊 你冷静点 王爷 走 小叔叔 你出去 走 好了 好了 好 好 好 小叔叔 好 四阿哥请喝茶 谢了 我 怎么敢麻烦你送茶上来 嬴春不敢上来 看你和王爷 刚才闹成那样 他真的吓坏了 平时大家丫头的豪轰劲 十有八九 都到爪哇国去了 到了这个地方 这些日子 咱们一个院子里走进走出的 奴婢也闲着脸 说出一些没分寸的话来 四阿哥千万别惊怪 这是哪里的话 此刻 你不上来 我倒想找你去 四阿哥取笑我了 没这个道理 我想问你 我到底想干什么 四阿哥想干什么 难道自己不知道吗 我怎么突然间 一个错 借着一个错 一个祸 借着一个祸 一个麻烦 借着一个麻烦 四阿哥问得好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嗯 那你说 我该怎么办 奴婢怎么会知道 四阿哥该怎么办 只是 奴婢听说过 禅宗的一个公案 说的是一个求道者 问一位大师 如何是佛祖西来意 也就是说 修行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大师说 吃茶去 我不是端了茶来了吗 四阿哥不必去 就可以喝茶了 你的意思是 我原来是什么样的人 还照我原来的样子去做 就是了 四阿哥 无论你做什么 你都知道为什么做 总不会错的 就算是错了 慧如也懂 四阿哥只是无心之错 不过 小王爷是四阿哥的朋友 他拿你当朋友 如果你不拿他当朋友的话 会伤他心的 爷 爷 王爷叫你 这样下去的话 四阿哥就真的完了 王爷 我得求您件事 这几天我敬求人了 皇上要问及此事 您一定要回顾一下 是 如果皇上知道这件事 王爷 天提纲肯定不会放过此事 是啊 小叔叔 小叔叔 我是来向你赔罪的 不必了老四 其实我在这儿等来等去 最后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打算拿这些人怎么办 今天让他们先住在兰珠子那儿 兰珠子和我住 还有 我有件事想求小叔叔 等小叔叔回了京城 务必向我皇阿玛说明 让他们这么悲惨的 必定不是我皇阿玛的主意 是下边的人西指逢迎 你既然这么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我说的是 是 我记住了 老四 我明天就走了 今天你陪我的将军衙门说说话 我也正想这事呢 不过小叔叔 你要先答应我 回了京城 必定和我皇阿玛说这件事 我已经记住了 难道 你还不相信朋友吗 一天云雾塞 好了 老夫也累了 我要去睡会儿了 那我们先走了 老四 我听说此地的烧刀子很好 你想不想喝一杯 皇阿玛曾经禁止天下人 用粮食酿酒 想不到这个地方 苦寒之地何以解荣 走 我还是不喝了 老四 你还有事情求我呢 怎么这点面子都不给 好 行了 我的东西也都留给你们用了 好好睡觉吧 多谢了 睡觉 睡觉 老道 我跟你说句话 请说 老道 我还没弄好呢 你不是个好东西 等我一下 四阿哥对人好 这没错 可是 我怎么觉得 你是在利用他 你是打算害他 你 你根本就 就不是东西 这辈子真暖和 你们四阿哥也这么说 也这么想 老高 好 我再跟你说句话 行了行了 年纪轻轻的 撤骨了话怎么老说不完 你要是害四阿哥 我一刀刀活寡了你 把你的下水喂狗 说得好 四阿哥有你这么个奴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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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主子 女才对不住您 道爷 您快睡吧 我害怕 您搂着我睡 塔这一块面 开箱 看 出开 证件 证件 未经许 怎么不退下 不必伺候了 这 小叔叔 小叔叔 我早说了 这 这酒不是好东西 我现在是天神地转 什么也看不清啊 小四啊 闲人造酒就是为了忘忧的 你现在正好是得其中真味道了 小叔叔 晕啊 我真的很晕啊 小叔叔 老四啊 咱们再出去喝一些啊 小叔叔 你别逗我了 我哪里能走啊 走不了了 我头都快疼死了 头疼死了 你让我睡吧 让我睡 睡吧 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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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啊 霍书姐 霍书姐 这么晚了 谁敲门呢 怎么了 是我爹吧 没脸灯 你怎么知道是朱老爷 这么晚了 如果是贼听到你这么叫还不早跑了 快去开门 哦 爹 霍书啊 这么晚了 你还不歇着啊 睡不着啊 咱们说会儿子话吧 朱老爷 夜半风大 还是到屋里边说话吧 是啊 也好 可别人都睡了 别吵吵别人啊 来 朱老爷 啊 这照礼法 我没有道理 在朱老爷面前就睡了 可是明天一大早我就要裁买煮烧 你们说的话要是不怕我听到 我就睡了 打搅你了 我和慧如啊 聊两句 你睡 在这苦寒的地方啊 讲不得那么多大家规矩了 那我先睡了 爹 爹 你担心四阿哥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慧如我想问你 晚上在低楼 你和四阿哥都聊了些什么 我 我能和四阿哥说什么 我只是给他送茶而已 顺便陪他闲聊几句 爹 你说四阿哥的事 四阿哥的事 你不能问 也不能知道 可是已经嚷嚷出去了 也就没有办法了 慧如啊 你说我该怎么办 爹 你说呢 ゴ 不认这让他们身对 말씀� 哲义还是有上 Zack多年합니다 于是 再可你弌这个 姑娘 四阿哥如果这么做了 恐怕是要倒霉